剛剛大家在講在地 我民國六十年就住在這邊 我讀持幼幼稚園 讀永濟國小 我現在看到我們的國中老師在上面 這個地方我想 大家現在看立法院反服帽 其實很多學生不見得是反服帽 他們是反黑箱服帽 重點在黑箱 那什麼叫黑箱 這樣的說明會很好 可是說明會不是政令宣導 不是說我告訴你我規劃了什麼 你們招單全收 而是大家的意見我聽進去 回去做檢討做規劃 下次再過來跟大家同步的討論 你們的意見我們討論之後 覺得怎麼樣做回饋 這才叫溝通嘛 而不是說片面的政令室宣導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公營住宅 大家最在意的 為什麼一千五百戶 為什麼一千百戶 一千五百戶怎麼來的 為什麼兩百一遍四百 公營住宅的理念基本上 我們研究社會住宅或公營住宅 它應該是遍地開花 不是過度集中 為什麼要遍地開花 因為我不要被標籤化 那不管你現在規劃的 到底是八九千戶還是未來四五萬戶 理論上全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 基本上只要可能政府可做的 把這一千五百戶 應該是分散到各個行政區去平均分配 比如說我們十二個行政區裡面 假如假設台北市真的要做到四萬戶 五萬戶的話 到底一個行政區應該分配到幾戶 應該是要就市政府可掌握的基地也好 可開發的範圍也好 去合理的規劃 而且讓所有行政區的居民了解 所以換言之 今天重點不在兩百一遍四百 而是你憑什麼告訴我是一千五百戶 不是一千兩百戶 為什麼不是八百戶 他的理由是什麼 就因為你要把兩百一遍四百 坦白講 博德怎麼出局的 博德當初出局就是因為整個完整整個開發 對不對 因為環評 出了狀況 delay了 所以被幹掉了 市政府當莊現在比較聰明 他切三塊就不用環評了 那博德怨不怨怨啊 當初理工講可以切三塊不用環評 會不會被幹掉啊 那憑什麼政府來主導的時候 就可以切三塊不用環評 那這不是黑箱這是什麼 所以 對免很多民眾的質疑 你要對症下藥 針對大家的質疑 針對這個點 剛剛張茂南張藝也特別提到 希望好市長來做說明 我倒不堅持一定要好市長來做說明 我要的是有溝通誠意 能夠負責的人來跟大家做說明 剛剛我們在講馬上四月底要公告 五月可能就要招標了 因此我在這邊也具體建議 在四月底正式公告之前 應該把今天 坦白講今天已經不是第一次開說明會了 可是很多問題還是老問題在那邊不斷的繞 所以氣得我們蔡里長都把人都帶走了 那因為他覺得他不再激烈抗議的話 像學生這樣在立法院占據的話 到最後還是各說各話狗廢火車嘛 因為喊了半天都沒有用啊 你們永遠都說這一套啊 就是來政令宣導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把這些問題帶回去 下次在四月公告之前 再半個說明會告訴大家 這些意見我們回去研究了之後 告訴你什麼答案 為什麼是一千五百戶 為什麼不是八百戶 為什麼不是四百戶 理由在哪裡 專業的規劃在哪裡 對居民來講都住在這周遭 不管哪個理 這關乎他們未來一輩子 甚至下半生 甚至未來的一代兩代三代 所有人的居住的好壞 權益的福祉 所以這個事情不能等賢視之 否則就會重蹈類似 我們福茂黑箱那樣的一個後者 所以我覺得拜託我們市府所有的從人 大家很辛苦晚上在這個地方加班 也有誠意跟大家做溝通 但是溝通要講求效率 要講求效果 不是做行事 跟人家講說 我辦過幾場說明會了 有多少人才參與過了 所以你們也都喝了 所以我到時候就公告就招標 不是這樣子 重點是有夠要有通 把意見帶回去檢討 告訴人家告訴居民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非做不可的理由是什麼 讓大家安心 不管哪一個層面的衝擊 我覺得要說明要說明 到位要打到人家心檻裡 不要像剛剛那位小姐講的 我左手仰你抓我右腳 幹什麼呢 我背仰你抓我胸前 幹什麼呢 沒有意義嘛 燒不到養醋嘛 而且很多東西不要去算平均值 為什麼不能算平均值 很簡單 我們消費物價指數不斷高漲 政府告訴我們說 處置很好看啊 我們是全亞洲最好的啊 物價都不波動啊 問題是 對中低收入 對一般中產經濟來講 他的物價是上漲的 對前20%高手的人 他的物價是下降的 所以你算平均值沒有意義 就算你兩手剛剛舉的例子很好啊 我右手泡到100度 左手泡到20度 一隻手凍傷了 一隻手燙傷了 結果你告訴我平均溫度很舒服 就有任何意義嗎 所以要將心比心 把大家的意見真的聽進去 好好的做回覆 好不好 謝謝大家